美国告知 BuySan 有Arno在 还有电话旁边的 麦格里资半股份 友营公司香港英股正事 贤销售主管林宏仁 世山 Roren早晨 Hello 早晨 在YouTube上面的朋友 大家都早晨 快点坐定 今日过市跌成261点 暂时来说 剛才最多差不多跌成300點 去到兩萬三邊緣附近 今天大家都是看看3690、941那些 我們一會再說 先問Arnold 市場今早我都說弱勢都是未止 去到這些水平 大家買貨的意欲似乎不是很多的時候 應該要持倉怎樣處理 持倉我們近一個月都主張多持現金 短線來看第一季 還是一個向下侵抵的格局 是負面的 但是不代表悲觀 你接近未來一些負面因素繼續出來 指數繼續向下調整 當消息開始有機會轉變 可能最後在最後 你都是兩萬三的水平去吸納 至少等它跌下去 走一個V字上來的時候 你才去接近 否則這些是甚麼狀況 就是在走下跌的時候 無緣無故去接近反彈 當市真是見底的時候 你找到一些新的投資主題的時候 原來你沒有錢去賣 甚至那些蟹貨可能有機會反彈 到時候你在資產配置上就很難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短線部署 這些位置我們會建議主張 多持現金為主 或者你持有很多現金 少住地用一些獻身工具 這樣去賺快錢 如果你純粹在市場上盡快掘金 不要抱一個心態 就是覺得這些東西跌了很多 應該有機會打 這種想法 在2021年來輸應該輸9千的了 兩萬六的時候你也是這樣想 兩萬四的時候也是這樣想 為什麼兩萬三的時候會突然效果呢 暫時看不到任何的改變的東西在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 譬如有些人會覺得不懂得賺錢 或者沒有什麼經驗的 那就抱過觀望態度 這段時間你就是看下市 究竟有什麼變動 吸收回 又不代表躺平什麼都不需要做的 我覺得暫時來說 真的負面因素太過多了 而說到影響市況 現在的負面因素 也不是什麼很新鮮的負面因素 所以你走去撥東西 其實直播率也不會特別高 但是如果你說要在短線來講 賺快錢 大家在去年習慣了 就是說很多人去年才開始賣股票等等 就是看到市場的氣氛很旺 其實它的氣氛已經轉差了很多 現在是一個典型的紅市格局 簡單一點這麼說 在紅市上面 代表不代表撥東西一定賺錢 又老實說 有時候有機會被人夾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真的不清楚 怎樣去操作 或者短線沒有什麼太大方向 不知道idea 是經常性問 買這些行不行 買這些行不行 那些說法 多數都叫你不要做那麼多事 總括來說 少做少錯 還有我們說對於暫時 2022年的整體展望上面 不是用好差跌多跌少來形容 但是整個投資環境 是會比2021年更加之難 所以如果你覺得2021年已經很辛苦的時候 2022年你應該更加要實不實 不需要那麼深急 你想短時間內報仇 有機會的 但是你起碼要整個投資心態改變 不要用回2021年那一套 但是如果你是2021年 當然說你沒有輸錢 那一套活用的 你在2022年都還可以用 但是就不要預計 像上年那樣賺那麼多的錢 我覺得暫時來說就算了 總括來說我覺得短線就沒有太大的期望 希望快點第一季可以有機會見底 今次大前提就是要逐一向下市大位 今天連941和5號仔都升上去的時候 但是市都撐不起 主要是科技股拖累 你自己又怎麼看 就是如果現在941回A似乎不錯 但是你覺得是玩幾天課仔 還是一天就可能已經玩完 941回A可以放在一邊 你不需要理它回A的整體是怎樣 一定失望的 就是會不會好像重複中電信那樣 最後破法 機會十分之大 但是為什麼今天升上去 如果你問到昨天 很多人昨天問中二檔這樣抽上來 你應不應該去追 我一定回答你不是 不要的 或者吃半樓盤 我都是在說你不是 要是你省慎一點 吃了護膚就昨天衝上來 或者你想進去一點的吃半樓盤 我都不會主張大家這樣大手去買 但是今天能夠升上來為什麼看錯 原因就是因為不在回A上面 昨天的焦點就是想回A而已 沒有想過收市後有個通告 突然間說大量回購股份 OK 這個就真的猜不到 現在說中二檔宣佈出來回購股份的金額 比它在A股集資的金額更多 就是意味著什麼 它回A股就不是集資的 就純粹是說多個渠道 姿態上 甚至說這麼大規模回購股份 當然是刺激股價 說一間萬多億市值的公司 突然回購成千億市值的股份 那衝上去 所以你調轉到一個角度 今天升了4% 已經叫做少的 那麼應該追呢 所以你問我 知不應該追 那個問題點就是 它是不是真的回購這麼多股份 如果最後只有一個講字 很多時候公司計劃回購這麼多股份 實際進行未必做到的 所以現在問我中二檔 主要的問題就是 吹得太大了 就是整個20億的股份上行回購 我會有一個疑問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說 你問我怎樣去看的話 其實中二檔出名雖然是多現金 但是你如果這樣回購股份化 那就變成整個利好因素 有個改變了 那麼股價就要升很多上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最得的 用今天低 或者49元左右這些水平 來做個指示 一元多兩三元左右 但是你問我信心 真的不是很大的 一個問題就是說出得太大了 你是說是不是最終進行 差不多接近20億的回購 900多億 你說它現金其實只有3000 無論用三分一的錢 跟你買回所有股份 推高股價 我就覺得會不會真的這麼積極 我們會有個問題 當然說A股雜資 其實用一半左右的錢 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我會半信半疑地炒 半信半疑怎樣炒 就是永遠就是 定好一些指示 穿了就不要鬥氣 所以你說如果要炒中二檔 就是49元指示 不穿的話 你駁它升多兩三元左右 都是買上的 問問好 Royan 941 雖然我們未講其他的大事 941很多人問 如果再駁上的話 有沒有一些顯身工具可以選擇 其實都可以看回 因為都可以 一個短線 正如剛才阿奧所說 可以短線駁回它 看看會不會有動力 今天又可以有一隻 中二動力 渦輪海給大家參考 這隻就是11983 它那個行駛價是53.88元 都不算距離太遠 而它的小隻槓桿都有8倍左右 好 用下面指示是49元 再駁上去駁多1、2元 你有槓桿有8倍 都OK的了 挺好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講完市 Royan 你們的技術分析怎麼看 其實如果技術分析看 暫時都是 短期都是比較樂觀一些的 有六個看象 一個看一些 所以今天大匯 即是匯了幾百 兩百多點左右 其實都是有些投資者 在這些情況之下 吸收回 看看他們的情況 到時會否決定獲利 前期獲利 但都是 畢竟大致上 投資者都是深深一些 因為都是暫時在低水平 拉腳 再觀望多些 再保持現場一些的策略 好 另外你們還有加益地和弱勢股 弱勢股當中 騰訊都飆了出來 有一個提示出來 有一個箭嘴 騰訊又減持 減持SEA 今天除了騰訊之外 就是 3690 大家都扭底 700 今次再減持 大家又想想 下一隻 下一隻是誰 其實是否市的氣氛 都不會好 所以為何美團跌這麼多 你想下一隻是誰 誰最大機會 講機會率 是否一定估美團 其實又不一定 但大家 當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首選 或者主流想法 一定是美團 所以如果這一刻分析的話 第一方面是騰訊 對於昨天沽C 我覺得單消息上一定是負面的 因為其實雖然好像上次京東 它明明馬遠已經上次走得升 分別就是 它沽了金額的數目 你沽完C 其實C的股價也跌了很多 而它只是沽手頭上一部份的C 那邊又釋放了價值 右手又算手難腳 其實DN打個和 甚至是沒有好處 所以你說短線 就算騰訊不斷地沽東西 不代表釋釋放價值 股價可以升上去 除非它一口氣 還要將所有的相關互聯網資產 一次過放出來 這樣就能夠釋放到價值 是 但也挺接近99% 肯定不會這樣去做 市況也支持不到 所以短線來說 騰訊一樣都是捱股 它的行程是甚麼 這樣沽東西 純粹是不要給壟斷 沒有 其實它可能也想 托股價釋放的價值 其實你要托股價 你想釋放價值 有很多方法 好像這樣去沽售一些相關的不同的項目 好像有一個很強的現金流 好像小米不斷進行回購股份 但我們就是這樣說 這些方法股是今年 這一年來講最封火的股份 你用這些叫做方法 我又不能說不正當的 但你用這些方法去支持股價 幫助性多數都不大 因為最主要影響它們就是一個壟斷 一個反壟斷 一個政策監管因素 一個中美關係 一個消息 就可以將你的股值再向下殺 所以這一刻我覺得 如果純粹看消息上面 以負面為主 科技股要去股底 老實說比恒指股底更加高風險 你看科子的整體表現就不開胃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科技股就真的小心一點 最難分析其實是美團 現在美團今天跌一隻 之後如果不估 有沒有機會技術反彈 有 但是將今天的跌幅完全修復 機會十分之微 其實美團最拿命的狀況 近期跌了很多 現在二百元都失手買了 市值你看看多大 還有差不多一萬億市值 賺到多少錢 什麼時候賺錢 這些全部都不知道 之前市況氣氛好 沒有什麼監管風險的時候 賺不到錢當然無所謂 下年賺到錢就行了 現在反過來的角度 下年都不知道賺不賺到錢 會不會那些監管因素 最後等到你好像共富義工 去外賣業務 可能只是幫到旗下 外賣人員上面 公司 可能只是有個穩定現金樓 都不是沒用的 但是還值不值萬億市值 問題就是這些位置 所以不要亂估底 你說美團是 或者很多科網 在帳面上你看看好像很便宜 但是問題就是政策不走 有很多東西都不是投資者 不是市場去控制 所以未來這些科網股 一定是好像去年第三季 是有些想法 政策風險有機會後面 放寬了 即有機會有轉機 而去到這一刻 你見到就是今時今日的消息 監管機構還是很樂意 繼續出手去抗議市場 所以你不覺得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你是順流而去 所以短線來講科技股 我們不主張在這些水平是股底 好 又問問Royan 你們有怎樣看騰訊 還有講騰訊的產品的時候 可不可以順便說到3690 因為都是有些朋友想短暫 今天跌這麼多 可不可以駁它去彈彈呢 其實如果 如Arnold所說 嘗試或分析它的股份 可能都不是那麼樂觀 都可能有個尋低價格的情況之下 但是股份都會有升有跌 今天跌得多了些的話 會不會以後會有一個技術反彈呢 都可以用這些渦輪去補儲一個短期的伙伏 如果你看看3690 我們今天有一隻就是27732 這個行使價比較高一些 268.8毫發 年期方面就在3月底 但是它的實際槓桿呢 都是比較可以 有些 就是槓桿都有在的 有6.8倍左右 都是在這個短期之內 就是對的 就可以快手一些 短期獲利先 不適合呢 真的要捷利上 驗獸這個自私機制的 所以都可以留意 這些不同的股份 至於這個700方面 我們看到那個分析 其實暫時 看好就多一點 4個對3個 而資金流向方面 各位Colin 昨天是最多資金流 流入去騰訊道 畢竟它昨天都可能跌得比較多些 所以都多了些投資者買進去 而北水方面 都在上海 就比較多些 但是深圳呢 反而是資金流出 所以到最後 看出來的淨資金 都是流出的 北水方面 都是有出有入 但是都是騰訊 一個挺特別的股份 就是波幅又在 所以很多投資者 都是玩它的波幅 一低位就買入 高位就沽出 所以都有一些不同的股份 即那些渦輪 可以讓大家參考 騰訊的call 是否有24694呢 是的 如果騰訊call的話 就可以看回24694 這隻就是495.88元 十多個%價格程度 其實都相比 都是比較貼心一點 因為很多都是說500元以上 這個就是500元以下 而年期方面 就想短一點 拉高的實際槓桿 這個就是3月初到期 而實際槓桿是12.8倍 因為人生波幅都比較低一點 所以都可以拉高一點 實際槓桿 所以都可以在這情況之下 又是用快的方法去保存股價的波幅 好 很快又說了308港交所 最近市場這麼弱 氣氛都一般 的時候 港交所沒有運行 短線 其實想都不會想到308 除了一些股份跌得多 指數向下降之外 多了一個新的問題 但試過成交金額 就越來越低 是否甚至北水回來也是差 可以這樣說 你說突然間 當然北水短線的入市肉也不太大 但主要的問題就是始終在說 我覺得股票市場糖水滾糖原 沒有問題 你不會經常吃 像美股的去年 不斷有資金流入 一些大偶市格局不會經常出業 但問題就是 那些資金是有流出的趨勢在那裡 而港交所 港交所的股價 其中一個反應 大家預料成交金額不會太差 有北水支持 互聯互通 還有說 亦都有很多中概股 未來回來會上市 但問題是 你看到中概股的股值 跌到這麼誇張的情況下 都會回來的 但迫著回來 不是有很強烈的營購反應在那裡 實際的幫助有多大 所以這些位置是危險的 買港交所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買港交所都可以 但是如果再穿米420元 你就要止洩 這些位置真是駁市 股底的 你要去股底 如果你用港交所 來做一個股底行為 好過恆子 好過科子 但問題就是這樣 穿米都要吃酒 所以港交所這些位置 是的 我之前都會講過440元 可能會有一定直撥率在那裡 但市正在橫行 而它有機會先回到440元 但市下跌就開始越來越明顯 又匯控 中移動那些 你托著市金的跌沒那麼多200兩點 但你撇除這兩隻重磅股 其實跌已經是300多400點 是 難道你期望中移動匯控 真的一坐波子 我們都說你短刷 你都是薄的 升多一點點 所以你說市現在是危險的 所以你港交所的話 我覺得 嚴守分403至420的依止設位 計算一下數 有一點直撥率 老實說 不會特別高 好 Ryan 你們又怎樣看3008 看法會不會跟Arno差不多 其實都是 因為如果技術分析層面來看 其實都是 體跌方面比較多些 六個體跌對四個體象 所以都行壓力都會大些 但如果你看看Colin 昨天因為它也跌了一些 回了一些 你看到藍色的柱狀圖 剪了鎖匙 都是有很多資金流入去的 都是等它技術反彈 因為股價有升有跌 一跌了下去 今天也跌了1.幾個百分比 所以如果真的有技術反彈的話 都可以透過一些新工具 可以補足短期的波幅 好 港交所短期 希望它好些 可能市都好些 Colin有甚麼成績 如果港交所的話 今天這隻就是24773 行鎖價是503.8元 差不多500元左右 不算太高 而年期方面 就算短一點 就是3月初到期 因為它短一點的話 所以見到它實際 可以拉高一點 這隻有16.4倍 所以真的算比較高一點 尤其是快 正確的就可以正確獲利 不正確的真的要支持力場 好 之後再說阿里巴巴 芒格上一季好像繼續增持 人家出了一些東西 但是股價都沒得升 有些未有貨的就吃花生 就看它一百元的時候再想 下不下得到 下到一百元才算 如果你突然間有很大的負面消息 你都不是那些位置接 至於你說今天很多人討論 阿里巴巴今天已經算跌得比較少 但是問題 你有什麼可能用芒格來做指標 就是你用芒格來做指標 你一百八十元買了 你可以像它這樣 一百八十元以來你沒有東西 你還有條件去追貨 沒有問題的 我們都講過 如果你有這些位置你要去股底 當然主張就不是建議你去買一些科網股 但是任何資產你那個股底的策略都是分住這樣買 我相信你可能去到芒格 或者可能說巴棍 就算阿里巴巴跌到八十多元 他們都不會覺得很傷的 最多就是再加住 只要他們會覺得監管政策 在長線來說 三五七年後又叫防範犯 他們覺得阿里巴巴其實很多資產 都還有一個價值 這個可能都是事實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們只是用部分的資產分配 所以你說對於一般省戶來說 有沒有條件這樣去做 我會有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或者你的心態上 可不可以像別人一樣 所以你說價值投資 我們不會壞錯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必要這樣去跟 你是不是打算這樣去跟 那要想回自己 我覺得在一般情況下 都不會主張這些位置買阿里巴巴的 好 Ryan 你們有怎樣看阿里巴巴 還有買了阿里巴巴的衍生工具的投資者 最近資金流向是怎樣 如果你說看回阿里巴巴 就暫時都是 技術分析是看很多少少的 那六個看象 四個看跌 那這個是短期的分析 那如果你看回那個資金流向 那昨天呢 就因為它可能有點彈了少少 所以都有一些投資者 是資金流出 即短期獲利先 那你見到呢 昨天是最多資金流出 紅色的傳統數就是Colin 黃色是POOT 所以都是比較Colin 是多些的 那今天呢 回了少少 就未多過1% 那所以呢 都是 有些投資者可能 趁這些機會 都會再考慮 這個阿里巴巴巴 再補處 好 阿里巴巴Colin 有甚麼選擇 今次這隻阿里巴巴Colin 編號就是 16756 行使價就是 148.88元 這個呢 年期會長些 就說六月初到期 而這個實際槓桿 就有 5.6倍 都在這些市況之下 可以給大家考慮 嗯 很快說1211 最後一隻阿里巴巴 1211 現在又對上7% 之前大家都覺得 它好像 估值比較高 所以它都花了很多下來的 股價 再跌到 這些位置 但是我們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新能源車 電動車 這些大勢所趨 經常就想 何時買何時買 但是見到它 覆圖這樣 是不是可以再下一點 再貪些 235元 這些位置 下不下 這個心態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 起碼你不會心急 是 我們昨天都主張 昨天有很多人問 綠色能源 ok的我看好的 我都說 但是你不會在這個水平均 就是說 昨天整支大陰燭 對下來的時候 你走去搏 市況氣氛不走 你想一下 現在簡單一點 我們剛剛講的總括來說 港股處是一個什麼 熊市甲局 雖然你現在受到23000 但是問題就是 在熊市甲局上面 還有一些板塊 洗得很厲害的時候 你對於大戶來說 它們分散投資 有些東西不行的時候 它們要取消 或者說要開始 拿回多些現金 去對沖回市等等 強勢股一樣會回 所以問題就是 在新能源股份上面 其實又不是完全沒有負面消息 一些新能源政策 補貼下坡的因素 又同樣地出力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沒有必要這麼心急去買魚 你看到今天都跌得多 是啊 但對比其他車股來說 已經跌得相對比較少 你看長城汽車 你看吉里那些 跌得更加之細 從那個板塊上面 你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呢 就是說 如果你做純EV 即是電動車那些 都會好一點 好一點的意思就是 純粹跌起來的時候 跌得那麼多 或者這些位置拿著 市場又不真的差得 一個明顯泡沫 電動車的故事 在2022年 仍然是這麼純粹的情況下 你都還有機會回家鄉 那意思 但如果你拿著一些 說真的很多運能車 真的來今天就補貼下坡 他們譬如 好像長城的吉里那些為例 真的EV 電動車的佔比很小 長城就有10%左右 那麼吉里 即是5%都沒有 但問題就是 那些運能車 新能源汽車佔比很大 但是補貼一下坡的時候 影響性是可以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就這一刻 比一滴你 最多都是等203 204那些位置 才想去買不買 是想去買不買 暫時這些位置買了的話 有貨的話 反而是定好紙攝位 250元穿了 先避一避 因為我都不敢保證 說它拿到204 203那些一定沒有 到時候補貼政策 效果是說 原來不是新能源汽車 甚至EV 那些電動車一樣 都是說有個補貼下坡 風險出來的時候 那個Story 就不同了 你想想科技股 去年2021年年頭那段時間 大家炒得多開心 但那些東西是會變的 現在這樣股價開始掉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任何潛在風險呢 不是的 現在都在傳那些補貼下坡政策出 是 所以小心點為妙 暫時來說 比亞迪 比較重要的支持 或者2003 204那些位置 去到那些水平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事的時候 你有條件駁 但是市場不斷轉差的時候 你說真的下200元有多出奇 所以我覺得暫時不太薄 不要亂鼓底 電動車已經比較硬 但是不代表完全沒有事 是 綠色能源也同樣 我想短線來說 所以這個市場 為何建議大家駕駛多些CAT 原因就是 直播率不高 那些市場越跌越少 縮到只剩下100點不夠 要看看有什麼推上來 還是股份跌少了 Ryan很快說1211的看法 還有趁市開始有少少反彈的時候 1211的Call有什麼選擇 如果要看1211 其實今天的Call是27394 行使價是285.5元 這款算是比較貼價的選擇 而年期方面少短 是4月初到期 實際槓桿都可以拉高一點 5.7倍左右 因為今天比壓迪都跌了 比較多 有幾個副幾個% 所以都可以想想 會不會有技術反彈 短期的 都可以用這些產品再補處 好 市場正在縮 希望可以彈一點 不知道這個在低位彈一點 是讓大家走貨還是怎樣 你自己怎樣看 你會不會親彈走 我本身不會有貨 你問我會不會選擇走 其實你都未必 現在市縮 但不是所有板塊或者所有股份 跌幅都有所收窄 所以我覺得首先第一方面 2020年 我經常都說今年 因為市真是沒有太大的轉捩點 你先吸取去年的教訓 如果你用恒指的升跌走勢 作為一個Benchmark 去做投資的話 我覺得下場多數都不樂觀 可能有些強勢好的股份 你又會被指數騙走了 是 有些指數不是跌很多 但那些強勢股份回的時候 你又不肯去走 所以問題就是 其實整體而言 我覺得都是偏向炒股不炒私 但氣氛現在是差 股份都不選擇 少做少錯 我們就是這樣說 所以你說有貨的 拿得不多現金的 還繼續跌下去的話 兩萬三 兩萬三輸過來你就走 但你還是要用Benchmark來做 你問我不看Benchmark 這一刻就是講 市寬窄得不得了 為什麼我不拿多些現金呢 起碼對時候 東西回的時候 我有條件去跌 你又說如果拿著強勢股 沒有問題的 最多你都是走個V字 打回軟影 或者說升起上來的時候 升幅掌握得少一些 所以從一些中短線部署上面 這一刻是 燥彈藥線 起碼之後又收補 不會這樣強硬去搏 但如果你拿著一些 還是一些很弱勢的股份 馬里巴巴和騰訊 美團這些 美團是的 未必穿200 直插下去 可能會彈到205 210元 都有機會 但問題就是 那些位置便會更加建議走 這些水平拿著 都會建議分住 那麼沽沽 那你說 怎樣去估底 怎樣去估頂 其實短線是估不到的 所以你說市 今天就算 就是 倒升是 是強的 倒升度才算 或者看倒升那段時間會怎樣 你看昨天 下午那段時間 都試過 試過倒升 可能痰化現 我們經常說 紅市是否代表著 你買向下就一定賺錢 不是那麼容易 紅市賺錢 就算你買對方向 都一樣會是難的 有時候就好像會夾淡倉等等 所以短線 你問我的話 都沒有太大指標性 還有做衍生工具部署 有槓桿 大家都是短戰為主 這節和Ryan和Arnold 稍後我們再回答問題 有些人民的新能源股份 先問Ryan有沒有持有上水投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Ryan 這麼詳細的分析 Anno有沒有持有上水投的股份 沒有持有 謝謝 廣告回來之後 再回答大家想搏916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去再見